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炒一个青菜 那挑青菜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去买那种矮矮胖胖的 对不对 那么它矮在哪里 就是矮在这个梗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挑不到 那你就只能买这种长梗的青菜 那但是呢 你会炒了长梗的青菜 那其他的小青菜啊 鸡毛菜啊 菜鸡啊什么 应该也都会做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从切菜开始 现在我们准备几半大蒜头 等会爆香用 先把大蒜切了 因为说大蒜要先切开 让它氧化以后 它的营养素才可以充分发挥 然后挑青菜 这样浅浅的先一刀下去 挑选 不好的拿掉 然后再一刀 它再脱落一下 不要一刀这么狠一下切这么多就浪费 挑好以后我们就去洗了 洗菜的时候我们要一根一根洗 不能像洗鸡毛菜啊菠菜这样的 用水这样画画画画 因为它这个梗里面有的时候会藏着烂泥 然后呢洗好以后呢 我们再切 如果你切好再洗的话呢 它切面多 切面多的话 它营养就会流失的多 切的时候要大梗和大梗的放在一起 这个地方越是宽 那切的时候越是要窄 切到后面越切越大 叶子这个地方就一刀就好 然后把梗跟梗放在一起 等会我们要早下锅 然后菜心一破二和叶子放在一起 接下来就开锅了 可以少放一些油 菠菜啊青菜啊黄芽菜这些都可以少放油 然后就蒜头进去爆香 不要等它锅热 紧接着菜梗就下去了 要用大火 那我很久不用煤气了 那个怎么样的大火呢 就是说不要把你的菜烧焦了 就可以 煸炒到菜梗微微有点出水 发亮亮了 那我们就可以下菜叶了 炒到它菜叶子干瘪了 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有小孩有老人 你想吃的烂一点的话你可以盖个锅盖 否则的话我们就准备加料了 平平的一碗青菜大概放四分之一 一碗青菜的盐 然后差不多相等的糖 然后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那炒青菜好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你下盐的时候一定要在起锅前 因为你放的太早的话呢 菜会出水 还有呢它的营养成分会破坏的更多 再有如果你要盖锅盖的话 只能盖一剂盖一下 一个来回盖上去拿出来 那如果说你开开以后觉得说 哎呀还没有到我那个要的那个程度 我还想烂一点 那只好你这样硬炒了 如果你再盖锅盖的话 它菜就会变黄 你就炒不出那个颜色 还有就是说 全程炒的时候都不加一滴水 新鲜的蔬菜 那如果说你冰箱里放了好几天了 拿出来扔掉也不舍得 拿出来又很干编 那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它稍微复原一下 冰箱里拿出来以后 直接泡到清水里面 大约泡个一小时左右 它会回原一点 然后你也能炒出这个效果 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